允許中介先將外籍女優 引進本地待聘的 預先受聘計劃推出近三年來 或人力部批准加入計劃的 中介多達32家 超過6200戶家庭受賄 在一週之內請到女優 來看記者黎家儀的報導 預先受聘計劃 同傳統聘請女優程序不同 女優還未受聘之前 中介就可以先把她們引入本地 讓家中急需女優的雇主 當面面試 了解彼此需求 更容易配對 之家有6家分店的中介集團 加入計劃已經兩年 過去半年 每月有50到80戶的家庭 通過計劃聘請女優 尤其是有年長者的家庭 比最初的20到40戶多了近一倍 但根據人力部 申請者需符合優惠女優稅条件 家中需要有年長者 年幼孩童或残疾人士 這家看護中介不時都會碰到客戶因條件不符 得按傳統申請程序 有的得等上一個月才完成配對 我也可以理解說 為什麼人力部會以這種條件 是因為他不想讓那些 讓這個計劃被人家說犯用 就說我喜歡我就申請一個 假設人力部可以以特案來處理的話 好像要求說你必須要有醫生的證書 證實你需要 人力部表示條件不符的申請者 還有其他的選項 可在短期內聘請轉介女優 她們同樣具備看護技能 新傳媒新聞記者黎佳怡報道